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互联网巨头之前 美国以及欧盟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限制包括亚马逊 谷歌 脸书和苹果等互联网大公司的垄断地位 预计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如阿里巴巴 蚂蚁集团 腾讯以及美团等都将受到新指南的影响 11月10日指南公布后 中国科技股大幅下跌 中国11月11日光棍节网上购物高潮跌起 但科技股的跌势继续 阿里巴巴 京东 腾讯 小米和美团等科技平台公司股价下跌 总是只蒸发了2000亿美元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这一指南是为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 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 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指南草案共22页 是中国当局规范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平台 从事商业活动管控垄断行为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新指南将禁止互联网公司分享顾客敏感信息 禁止联手打压对手 禁止压价竞争等等 指南还将管控各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对价格进行自动化设定 以及根据不同顾客的信息和消费习惯区别对待等 阿里巴巴和京东两家公司 在中国的电子商务中占了约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 今年九月 阿里巴巴的活跃用户总数为8.8亿亿 这超过了中国总人口的一半 中国政府除了对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巨头采取行动限制垄断 此前还暂缓了阿里集团分拆出来的金融机构 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 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 原本应该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融资招股行动 蚂蚁集团在全世界共有约13亿用户 大部分在中国 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数码支付系统支付宝 就是由蚂蚁集团运营 另一个科技巨头腾讯 旗下有支付宝的竞争对手 微信支付 腾讯还有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 这些应该都会受到反竞争指南的监管 在中国以外 某些互联网平台的爆炸性增长 也让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感到不安和警惕 欧盟宣布对亚马逊公司展开反垄断诉讼 亚马逊被指控在德国和法国滥用自己的市场垄断地位 另外 美国司法部也对搜索引擎巨头公司谷歌的独大地位提出诉讼 美国司法部说 谷歌是占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守门人 多年来一直采取措施阻止他仍然是其主导地位 如签订排他性协议 禁止预装任何竞争性搜索服务 美国对谷歌的反垄断案 是继1990年代为软垄断案以来 最大规模的反垄断诉讼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美国对谷歌提出的反垄断诉讼 还是中国草拟中的反垄断指南 都强调反垄断的目的之一是保持经济中的竞争机制 从而激励创新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演讲直播 遭恶意举报被迫中断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上周有关 苏联社会主义的演讲直播 因为恶意举报被迫中断 引起外界广泛关注 近日又有一篇网传的公开信 指责沈志华试搞历史虚无主义 并未恶意举报辩护 沈志华已对前苏联揭秘档案的研究 在中国史学界成名多年 在中国学术研究受意识形态钳制的大环境里 沈志华能公开发表相关研究 也能就相关主题做公开或内部的演讲 这次网络直播的讲座 并没有摆脱此前的主题 却被突然中断 显得格外突兀 11月5日在首都师范大学 通过网络平台BiniBini直播演讲的主题 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 这是他多年研究的主题之一 早在十年前 沈志华就公开发表过相关的研究论文 苏联解体和思导理模式的终结 2000史 但讲座进行还不到一个小时 就被迫终止 一份首都师范大学就此事件声明的网络快照在网上广为传播 声明指出 这次被迫中断是因为恶意举报 中途转移到腾讯会议 声明还强调 本次讲座是贯彻中共关于私事学习的讲话精神 在新时代把专业研究和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的重要尝试 首都师范大学严正谴责了这种恶意举报 严重干扰正常学术秩序的行为 并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 但这份声明没有具体说明 恶意举报是出自何处 对这一事件 国内媒体没有报道 但社媒上的讨论此起彼伏 BiniBili和新浪微博上 多数网友为沈志华的演讲点赞 同时也有人为首都师范大学维护学术自由的声明表达敬意 但一波未评 一波又起 11月9日 网传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江 发表了一篇谴责沈志华高学术虚无主义 为恶意举报辩护的文章 这篇文章被具有浓厚中国共产党党派色彩的网站 主人公网全文转载 关注中国人权的民生观察网 也占入了文章的部分内容 文章说 直播中段事件绝不是恶意举报的问题 而是这次讲座违背了中共 关于四世学习的讲话精神 不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讲座的举办方 宣传方以所谓俄罗斯解密档案为依据 全面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文章的口吻也相当顽横 文章说 这个事件表明 有些大学的历史学抗美援朝部分阵地 不在我们手里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表明 作者是要从政治角度去否认沈志华的研究 和演讲的学术性 但文章最后又自相矛盾 他说 不能将学术研究当作政治问题 也不能将带政治性的历史虚无主义 当作学术研究 学界的领导要懂学术问题和规律 文章署名为张新德 此前在乌有之乡网站上 发表了十多篇文章 批驳沈志华对朝鲜战争的研究 张新德自称 他撰写的相关文章 还散见于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等媒体 因为银河阅读的网站有一天 对张新德的专访 透露出他是退屋老兵 退休后大量从事历史研究 并主要在中共党媒上发表文章 但与沈志华多年交好的普林斯队大学政治学博士冯盛平表示 这次针对沈志华的攻击 未必有官方背景 沈志华的研究是很正规的研究 左派攻击他是没有道理的 但我相信 攻击不代表政府的意思 他所在的研究所 他自己是有人事权的 去年他还到美国来访问 自己带一个团 其实是民间外交 冯盛平所指的研究所 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士中心 沈志华是这个中心的主任 他同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身教授 这表明 沈志华对前苏联的研究 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 在11月5日的演讲开头 沈志华提到了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对他的研究感兴趣 江泽民退下来后 很想了解一些问题 他找了几个人到中南海去 他上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沈老师 你说苏联解体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就说 你们政治局是怎么看的 他说 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 就是戈尔巴乔夫叛变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大学华裔历史学教授 分析了沈志华的前苏联研究被中国官方容忍的原因 对苏联的情况 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 暴露出的档案材料 中共高层在任期间 尤其是退休之后 非常有兴趣 所以 他们就需要沈志华这样的专业人士 来做一些研究 让他们知道一些真相 但这位教授指出 中国政府对怀历史 以真相的历史研究 仍然是严格限制的 中国对那些有学术活化的研究 一概是封锁的 沈志华是在这种封锁的条件下 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严苛的限制下 沈志华的研究虽然被广泛认可 但也不得不在夹缝中小心穿行 有消息人士表示 沈志华不会研究近50年的历史事件 尤其回避了诸多于当今 中国体制有关的历史真相 前述那位历史教授则指出 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复杂心态 西方对他们这些敢于在中共体制下 探寻历史真相的学者当然有肯定 但也略带悲伤的情怀 因为他们研究的这些题目 都是非常原始 非常简单 非常一目了然的 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争议的东西 他分析说 沈志华虽然有前苏联档案为依据 但对前苏联的研究低估了毛泽东 对斯大林的膜拜和跟随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美国两院一席争夺激烈 民主党险胜拿下众议院 美国两院一席争夺激烈 当选民主党总统拜登 很可能将面对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 在参议院总共100个议席中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别拿下50席和48席 尚有2席待定 众议院控制权预计继续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但优势极其微弱 共和党人在北塔罗兰纳州和阿拉斯加的参议员选举中胜出 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里斯在北塔罗兰纳州再次当选连任 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也在阿拉斯加在下一池 这样 共和党在参议院已过50个一席 领先于民主党的48席 目前尚有两个参议院席位未决出胜负 因此 所有目光现在都转向左治亚州 那里将于明年1月5日进行第二次投票 由共和党参议员大卫破杜和凯利来福勒对决民主党挑战者乔恩奥佐夫及拉斐尔沃诺克 参议院对美国总统极其重要 总统的政府成员和法官提名须经参议院通过 法律草案也须参议院首肯 民主党在本次大选前对重夺参议院控制权信心满满 如果成功 拜登的大规模改革计划将畅通无阻 如果民主党在左治亚州拿下两个参议员席位 那么两党将各获50席 此时 就将由美国副总统投下自己关键的一票 以决定哪个政党取得多数 在拜登宣誓就职后 民主党人卡玛拉哈里斯将出任副总统 在众议院的争夺战中 民主党有望保持控制权 但优势可能极其微弱 十日晚 美联社宣布民主党人士吉米·戈麦斯 金什里瓦尔和汤姆·奥哈勒朗分别在加州 华盛顿州和亚利桑那州胜选 这样 民主党在众议院435席中至少获218席 之前 民主党在众议院共有232席 尽管微弱领先 民主党人已在欢呼胜利 众议院议长佩罗西表示 我们输掉了一些战役 但赢得了战争 这是民主党自1995年以来第二度成功保住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而共和党也对结果感到备受鼓舞 并致在2022年的选举中夺取控制权 值得一提的是 共和党女性众议员人数此次从原来的13增加到26名 目前 媒体已在猜测拜登将如何阻隔 德国明镜在线写道 对于白宫幕僚长这个最重要的职位 拜登可能任命他任副总统时担任其幕僚厂的克莱因 克莱因曾在埃博拉爆发期间组织协调工作 由于总统的各部长提名须经参议院通过 一旦共和党掌握参议院控制权 不排除其采取杯葛态度的可能性 11月10日 国务卿蓬佩奥在一场发布会上称 将会有一个向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平稳过渡 此言立即招致一些官员不满 不过 据路透社报道 在当天稍后的表态中 蓬佩奥称 有信心认为会有一个很好的过渡 他没有再重复所谓第二任何朗普政府的论调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午夜被警方带走 寻衅滋事因言获罪 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11月11日凌晨被警方带走 其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 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 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创始人 曾经是文明全国的养记状元 他一直担任大午集团董事长 直到2005年退出 改任集团监事长 大午集团是中国500大民营企业之一 有员工9000多人 固定资产20亿元 年产值超过30亿元 警方是在午夜采取的行动 孙大午的妻子 长子和集团董事长孙萌也遭到扣押 公司大约有十几人被警方带走 目击者说 公司被警方包围 地方政府全面接管了大午集团 要求除财务部门之外 其他所有分公司和服务网点照常营业 有匿名职工表示 参与这次抓捕行动的公安 约有几百人 抓走了很多人 大概有十来个 至于孙大午这次被抓的原因 中国国内媒体语言不详 澎泰新闻的报道只是说 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 采取了刑事枪制措施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有报道说 今年8月 大午集团员工为了阻止一家国有农场墙 拆大午公司房屋 而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有20多人受伤 大午集团召开职工会议 公开抗议地方当局的打压行为 此前 孙大午有过几次 卷入法律官司的记录 其中有两起事件格外引人注目 一次是2003年4月 大午集团公司因在其网站上发表了 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 道令里甚至 两位民间商人 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 三篇文章 而受到警方的警告 警方称这些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象 并下令整顿网站 停业又个月 罚款15000元 另外一次发生在当年5月 孙大午因集资1.8多亿元而被捕 他的两个弟弟 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 总经理孙德华等都被警方扣押 当地法院后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 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罚金十万元 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 这个集资事件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许多人认为大午集团虽然被社会创造了许多财富和就业 但是却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 无法得到银行的贷款 孙大午的律师称 可能是公众舆论的支持 法院才对宋大午及其公司做出了较轻的处罚 此外 孙大午对帮助过他的维权律师许志勇多家赞扬 他的这个做法可能引起了当权者的不快 许志勇和一些活动人士后来被当局以煽动 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孙大午今年5月还在设媒体账户上赞扬那些律师 说他们让受害者看到了一点亮光 保持了一点对法律的信心 点亮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彭泰新闻说 孙大午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0月30日举行的 大午集团干部骨干培训会上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